巴西圣保罗市外围的奥萨斯库车站的火车乘客们 在上下楼梯时有了新感受 因为这段楼梯被装上了钢琴键 当踩上去时就会发出声音 有些同情的人们匆忙地跨过未曾注意 但也有一些人花了点时间享受这乐声 甚至玩了起来 这个音乐阶梯目标是以鼓励人们多做些运动 多使用楼梯而非垫幅梯 因为我们的建议是能够制作人们 通过一种东西的资格和资格 想想更多 也认为更多 动作和体制作人员在自己的日常 然后在最终的情况下 我们的建议使用楼梯 从楼梯定的楼梯 也有类似的阶梯 根据趣味理论 让人们做一些他们原来不会去做的事情 一般来说 专家们建议 人们应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加入偶发的运动 包括停车挺远一点 以及使用楼梯而非电梯等等 久坐不动的生活形态其实隐藏风险 运用生活中一些小运动 让我们有更健康的人生 确定的材料 现在我们将交据作为您能够的材料 切试过来